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世界观是从苍之涛延伸出来的 动画的时间轴跟苍之涛游戏有重叠吗? 实际上并没有重叠到 这一次的故事是在一个全新的时空轴上展开 请问七要使者是否会登场呢? 七要使者当然会登场 而且还会有不同阵营的很有魅力的角色陆续的出现 本作基本上苍之涛是程序转眼间的基本风格 会描述身影不同立场的对立 以及同伴之间的羁绊和心境上的挣扎 因为这是续言键延伸出来的动画 所以当然会有续言键很多活跃的场面 是否有保留原作中的机关树元素呢? 机关树是训言键很重要的元素嘛 然后我们这次动画还会有很多新设计的机关树 本作中会出现几样式大神器呢? 我想想看训言键当然会有 好像还有它一轮 其他苍之涛的角色也有机会登场吗? 因为苍之涛基本上它是延伸自苍之涛 然后加上高山编剧它自己的创意与想法 所以除了新的元素和新的角色外 当然也会有原作的角色登场 可以透露主角是谁吗? 这个问题啊 如果有玩过苍之涛的玩家应该会很熟悉 苍之涛里面有一个跟车云远远很深的七要使者 它的名字就叫 前任土药使者会出现在本作吗? 嗯它会出现请大家期待吧 未分成中文跟日文配音两种版本吗? 日文版本是已经配音完毕了啦 中配色还没有 身庸名单现在还不能公布 可是阵容非常的了不起 完全是我们心中的大神哦 东话会不会收录游戏的配乐呢? 嗯会有哦 我们有提供几首转云剑领的配乐给日方编曲 而且他们的配乐我们都一手一手听过 真的非常的精彩 请大家可以期待 OP跟ED的歌手是谁啊? OPED的演唱者啊 预计都会在8月的时候 会由歌手本人来公布 OP的演唱者呢 是我本人的偶像 而且他曾经上过红白大赛 请问介绍过程中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回应呢?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 去青海 去麒麟山和寄走廊的 那个取材的旅行 然后实际上在青海和麒麟山那里 大家都高山镇很难受 然后尤其是导演那年纪比较大 然后我觉得导演 他真的可以说 这次他是拼着心意在制作藏区药 动画的人设会是哪位老师负责呢? 我那时候看到制作团队是 杜边导演跟高山镇剧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蛮惊讶的 就是我们的人设原画 竟然是千叶道德老师 这个据说是动画界里面的大神中的大神 这一点让我好惊讶 我们居然请到这样神级的人 来帮我们做原物设定 上海的团队他们的画师就是 我们都叫小叶跟孙生叶 是我们这次动画的前期原画设定 日本他们怕说抓不到中华风的那种感觉 所以请上海他们先出美术设定的原案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非常的敬严 请发表一下日本动画公司合作的感想 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是还蛮新鲜有趣的 因为以前游戏也不是这么样的制作方式跟流程 所以我觉得蛮新鲜的 像他们对于讯演剑的视线观非常的尊重 然后花时间把仓志涛的故事全部都看过 然后设定那个攻略本也仔细的研究过 然后碰到有世界观任何细节的问题一直问我们 就是他们很尊重援助这一点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佩服 他们本身也是那种经验很老道的一些资深的前辈 像渡边导演我记得在很久之前 他们就有一些很聪明的作品 近期他们也有像是地狱少女啊 还有之前就是动漫宅们应该都知道的 意大利、黑大利亚这些都是蛮有名的 今年秋季会播出 一季十三集日本、台湾上都会同步播出喔 播出平台之类的还要再保密啦 不过这个今天 上次要的官方网站已经上线啦 官网接下来会按着日本的管理 陆续放出人设以及神秘货制限 还有可能会有神秘的活动哟 有趣趣的粉丝要密切关注官网 以及宣传券官方SD 以及微博哟 未来有这样的重要的资讯 或者粉丝们很关注的周围商品资讯 都会在网站上及SNS上更新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